这段时间是金子兰花芽分化形成的最关键时候 因为很多地区已经有足够的温差 白天晚上的温差大概是8到10度左右 这样的温差有利于金子兰孕育花芽 第二个养分 要想金子兰开出漂亮的花朵 我们一定要给它充足的磷甲肥 日子以来我都是给大家用这个骨粉给金子兰出花 每年都能让它开出漂亮的花朵 而且开出的花色比较鲜艳 这个时候每隔20天在花盆里买两三勺这个骨粉 补充领减肥和中微量元素 你家的金子兰年底开花就有保障了 所以花园们养护金子兰或者是其他的植物 一定要把握好这段时间 因为是它孕育花类最关键的时候 养分足了温差够了 这样才能让它快速的花芽分化开出花朵来 好 再见